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台湾的疫情一直在上升那么高吗 这几天我想了又想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蔡政府害怕我们知道他们不可告密的事情 而第二就是他们知道益满自大自夸 好恋 先说第一个害怕 要不是他们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 而骗人民对他们防疫的看法有多么厉害 这次的病毒爆发就不可能会发生了 他们只会想要好恋 好恋给互看 给全世界看他们对疫情的处理是世界No.1 但是事实上有很多人在背后 偷笑 然后他们就利用这个一直在叫台湾人去青梅反中 现在看看大陆吧 看看 看看 看看重庆 看看上海 北京 他们正在进展一切正常 normal effectly normal 不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 尤其是美国 每天都有病毒感染的不停 在十天内 中国大陆可以在十天内建了一座医院 台湾人做得到吗 嗯 几个月内啊 他们可以轻易的把疫情控制得住 他们那些蔡政府能吗 他们的举办只会每天放屁就有 嗯 疫苗也生产不出 还那么号令之大 尽管在危机病毒爆发的情况下 蔡政府必能至高之大 拒绝和大陆合作 拒绝接受 中国可以帮助台湾 还拒绝进口他们生产的疫苗 你们是否知道 大陆的疫苗可能是市场上最可靠的吗 现在 户都已经认可他们了 台湾 has no hope 其他疫苗可能会导致到很多副作用 包括是万 但来自大陆的疫苗到目前为止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可是那个蔡政府偏偏因为他们是大陆 中国或是中共就自以为是不进口疫苗 就是这样他们那么害怕失去他们的政治权利 才会搞到今天的这样 还要继续骗人明天天去清美国屁股 现在可好了啦 美国在哪里 美国在做什么啊 他们会 American help台湾吗 他们那些养养只有 American using 台湾 美国他们这些人已经自身难保了 就算他们没事 他们也会对台湾见死不救的 第二 至高至大 他们就是喜欢制造美丽的婉言 弄一些假数据骗人民 明明就是疫情那里天天在上升 已经失控了 但他们呢 一直在隐瞒着这样大坏他们有多幸 看看新加坡吧 一个小小的国家 但却每天向人民 普塞 台湾呢 为了隐瞒事实 什么塞都不做 普塞做了那么少 但他们的举报却能半塞了很多 他们到底想耗领到什么时候啊 时常会把台湾情况 弄得更恶化的 看到其中确诊者在医院外面 寻求治疗这是最好的证明了 因为医院不能弄到那些确诊者 他们只好把他们放在外面治疗 放在外面治疗啊 看到没有 台湾怎么会那么离谱啊 又不是什么 下等国家 变成这样了 竟然在外面 躺在床上啊 没普塞没疫苗 也没医院 怎么办 以及亲美国屁股那么多 不如从大陆学习不是更好 但是呢 很多台人竟然傻傻的 听他们去亲美反中 一级不凡 但只会反中 其实台湾的疫情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要不是他们自以为是 为了他们支持的政权 而不接受China can help Taiwan 台湾现在就会很安全了啦 但台湾只是在大陆的对面 帮忙台湾也没那么难啦 然而那个陈时中 只会用他的屁股 不用脑做事 这叫做为人民吗 放屁半赛就有啦 先让你们看这些 批准的疫苗 Kent 已经被呼批准了 认可了 包括这两个中国大陆 制造的疫苗 已经可以安全使用了 此处他们是用传统可靠的方式制造的 也就是说使用死的病毒 让我们的免疫系统识别它 与BMP和Moderna不同 他们使用的是一些遗传物质 进入了我们的身体 老人之后要是我们新的 我们可能会变成像 Captain and Michael一样 3 2 1 信号成功 呵呵 如果不走音的话 我们可能会被成了 BMP和Moderna 因此BMP和Moderna 可能会产生了 没有必要的副作用 但是现在台湾用的是 AZ疫苗 那可真厉害哦 AZ疫苗 AZ疫苗是不同病毒的修改版本 打进了身体 你们说那样会有效吗 不同的病毒打进了身体 就是说不要的病毒 跟现在的病毒混在一起 会变成怎么样 可能会产生了更可怕的病毒 总之而说 台湾之所以有这种病毒恶化的下场 是谁造成的 还不是这些会帮赛犯国屁的人 不会做事 他只会一听到我犯屁 嘿嘿 我还在想 要是我们把全部各种各样的 疫苗混在一起 导入我们的身体 后果会是怎么样 blanke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